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觉广泽 这边道路走起来是挺舒服的 我来吃这个 我买了那个猪颈肉芝士的 然后还有那个书包 这个其实算是我另一个平台的 就是说要看的那个店 赏一烤 里面给的那个馅料是非常多 而且我刚刚拉出的芝士了 这个面包就在里面现烤 然后面场场那种现烤 就很像塔斯天里面那种 我觉得味道还不错 就是过来饱餐饭什么的 还是挺合适的 今天是这样的姿势 好吃 这个整体都不是那种挺口咸的 就是我觉得味道什么的都 重归重归的那种 重归重归的那种 看这边这个阿姜的姿势 这个面包不会太干 我就觉得阿姜烤可能会太干太干 因为有时候吃肯德基麦当的 我觉得那个面包好干 他们就是那种带装的 然后去简单加热一下 就是那种埋现成的 这个是限制我看的那个炉子 我去面试完之后肯定是不行了嘛 但是遇到几个 这也是我们学校的 他们因为我那里有贴了牌子嘛 然后写了自己的名字还有学校 然后他们都是跟我一个学校 我们两个我们就 我就跟好几个人 然后当时就聊起来 然后还加了微信 感觉挺有意思的 来 那个面试的话 因为我对音乐确实感兴趣 但是确实冲了一口 然后 那么就没有办法了嘛 尝一下它这个薯角 它是那种 应该是椒盐的 就是撒了一些那种 配胡椒那些 它薯条的味儿没什么变的 加一点番茄酱 就感觉它这个是那种炸糊了的感觉 嗯 里面是长这样的 就是那个普通的薯条的感觉 这个过来比饱餐的 就是适合甜饱冻死这种 然后 如果说当当一个那种特别爱吃的小吃 我觉得我做不到 就是那种 嗯 没有的特别好吃 到今天晚上的程度 嗯 吃完了 应该价格我觉得 对于正常的这种店来说 的话稍微有定就变高 因为都是 有40家的吧 然后 嗯 我觉得过来尝鲜可以 但是我应该 来 看到一家甜品店 试一试 开灯 回学校了 既然这一天就是城堡 他们很多 就是那种拿着各种各样的乐器的那些 还有背着个大吉他的 嗯 我真的是服了 全部都是那个音乐学院的 然后我一个 我又不是专业的嘛 然后我 我又五云不全 那种感觉 就是我跑掉 我也听不出来我又跑掉 导演就一直鼓励我说 我去试一试 我去试一试 哎 我受不了 然后 但是不重要 对我来说就是一个小小的过程 并且我当时顺便 还是去 嗯 录了一下视频 我买了这个 这个是那个 东坡酥的糕点 他买了两个蛋黄酥 这个是蟹黄小贝和那个 蛋塔 我同学给了我一个粽子 我打算晚上就不打吃饭了 因为我买的甜品 就是买了好几个呢 尝一下这个蟹黄小贝 长得很不错 太可以 它那里面的 这上面这个松 它不是那种脆松 它是有点偏软的 你看 看这个奶酱 真的老不错了 我特别喜欢这个奶酱很多的那一种 就是想要厚厚厚死我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松的话 我觉得这个肉松 它如果是脆松 真的很不错 很好吃 他买了一个蛋塔 这个蛋塔一看是那种5块钱一个 起的那种蛋塔 你们猜它才卖多少钱 卖3块5 好划算 我走着都买几个了我不知道 中间这个满满的是那个 嗯 好吃 但是皮肉刚出来的时候应该是特别特别酥 但是现在的话就是那种嗯 软掉 但是你还是能尝出来 它原来是很酥的那种感觉 里面的锡 就是那种很嫩的鸡蛋牛奶 我还买了这个蛋黄酥 那种个头很大一个 真的是特别特别大一个 然后它那个 它当时是放了一个切件在那里 我看到切件那个里面蛋黄 那种整形的不是整个的 不是说把它那种嗯 把它揉碎了 然后再给你加一些添加剂 什么成分进去 然后再弄出来的 所以我就很喜欢这个就买了 我去收了一大堆那个小新的手办 我最近很痴迷收手办 还有收骨这些的 嗯吃骨嘛 然后手办给你们看看 讲这样的 这是那个滑雪的那个造型的手办 然后 还有这个 好可爱好可爱的肥肚子 我好喜欢肥肚子 各位们 这个的话当时我是不想收的 因为它是那种国产的 它不是那个 嗯 不是那边的嘛 嗯然后我就觉得 嗯 那边的就是说做的会好一些 这个的话就 但是他给我拍的照 我觉得还长得还挺不错的 还挺好看的哈 这个北嘟嘟 然后他就说便宜点 一斤叫我收到就收下来吧 还有这个做的 这个我当时早知道早点买了 然后现在只能去 嗯 现在只能去网上收了 我还是还买了一些很喜欢的 像这个嗯 新衣 还有小兰 小兰这个做工是真的非常不错 你们看一下他后面这个 这个裙子这一边边 真的是做的非常非常的不错 然后他整体的细节 还那个颜色都处理的非常好 特别高兴 然后每天看到那个桌面上的东西 都特别特别开心 嗯 如果有时间的话再给你们出一期 我最近买的一些这些手办吧 如果你们感兴趣的话 嗯 嗯 好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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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